根据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最新消息称 可口可乐Cocla公司将一批产品错误标记为灵堂 然以紧急发布召回通知 这可能会对一些患有某些潜在疾病的消费者 带来健康问题 据悉可口可乐公司在7月1日发布了该召回通知 共涉及177箱Cocla Ultimate系列饮料 每箱包含24瓶20盎司的可乐 这批可乐的报纸期为2023年9月25日 同时可口可乐也公布了该批次产品的批号 由于该批次可口可乐产品存在问题 维生官员提醒买到该批次产品的消费者 不要饮用该产品 这次并不是可口可乐首次召回事件 早在今年5月 4种该公司的品牌饮料由于包装缺陷 在澳大利亚被召回 去年11月 英国的一批无糖可可可乐 亦因包装和标识错误被紧急召回 天下卫视记者 编辑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编辑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编辑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编辑报导